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酒吧 酒吧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开低走高 最终上涨了139点 指数来到了16572 成交量是2480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昨天大跌 天大涨 昨天跌了143点 我怕是吗 有 昨天AI的股票一大跌之后 外资大卖145亿 自营商大卖111亿 两大法人一夹局之下 投资人瞎破产了 昨天融资也大减34亿 我昨天讲过了 政府还在撑盘 昨天政府还在苦撑 因为政府一个人挡不了全部嘛 可是政府既然还在撑盘 代表政府还是有那个心 要让台北股市回稳 甚至于后边要做参加行情 你看昨天 唯独投信 继继续大买49亿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一开盘就直接 开高 开始往上走了 我昨天就跟大家预告了 有没有 我昨天是不是讲 只要美国股市不跌 甚至于小跌 礼拜二台北股市 马上会做强力的反弹 对 那你昨天 如果去杀股票的单 如果是高档股票 卖就卖了 本来就该卖 早就跟你讲过了 涨高的股票不要去碰 涨高的股票赶快卖 那如果是底部的股票 你昨天把它杀低了 那今天一涨上来 那就哭笑了 就会对心肝 是不是 昨天美国股市小涨 道琼涨87点 87点有没有很多 没有啊 87点也不过是 0.2%而已 昨天美国股市 其实是稳而已 并没有大涨 费成报告体 小涨0.1% 纳达克比较多一点点 1.4% 那昨天美国股市里面 大部分股票都是 走稳而已 没有什么大场大跌 即将发表新机的 苹果昨天涨0.6% AMD大家比较关心的 AI股票 AMD小跌0.7% 美超为跌1.2% 辉达昨天小跌0.8% 麦威尔昨天涨1.1% 所以昨天AI股票 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变化 那这里面 昨天涨幅最大的 又是特斯拉 昨天特斯拉一天 大涨了10个person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昨天摩根斯坦利 就我们俗称的大摩 昨天大摩 调高特斯拉的目标价 一口气喊到400美元 现在才200多块而已 真的嬉笑 挡了400多块去 所以可见的 不是台湾这边的法人如此 全世界的法人都一样 随时都在调高 调降各股的目标 在干预各股的行情 那投资人都一样啊 国内投资人为谁 法人起舞 美国投资人 也是随着起舞 所以昨天 摩根斯坦利 调高特斯拉的目标 矽把 吸引了很多投资人 冲进去买 矽把真的来 一叉叉得多了 现在才200多而已 挡了400块去 也没一定嘛 对不对 所以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看法比较重要 但特斯拉最近的走势 在美国股市是最凶猛的 这次从212美元 原本第一波来到274美元 那整理完之后 昨天又冲 又冲高 特斯拉一涨 谁会涨 电动车的股票 所以特斯拉底部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们 可以先做电动车 大盘8月才开始下来 电动车的股票 6月就开始下来了 提早大盘2个月下跌 领先下跌 领先落底 领先回升 可以先做 你看这段期间 玉龙汽车 哇大涨 中华汽车 大涨 今天台半也涨 台半间 涨了2.7% 来到86.8% 最近从76块钱上来 也十块钱了 是不是也十块钱了 你看星浦 今天也大涨 星浦也是做电池的 做铃链池的 今天星浦大涨9块钱 最近星浦也涨得很凶 那包含星浦的子公司 AES 也是做铃链池的 今天大涨6.9% 所以大盘是一个方向 类股有类股的走势 各股有各股的走法 涨高的类股 涨高的股票 你有卖过一堆啊 随时都有底部 要接棒的股票 人家主力法人 把股票炒高之后 人们不是要做股东嘛 炒高 他会逢高卖 卖掉钱收回来 再转到底部的股票去 所以养成 买底部的股票 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你看电动车我提早告诉你们啊 特斯拉底部一完成 我就提醒你们了 电动车可以先走 AI的股票 先不要去摸 这完全被我说对了 对 昨天AI股票大跌 真的 今天AI股票也没起来 你不要看 今天WC183.9点 你看今天AI的股票 资源 今天大跌了6% 华硕 今天大跌了4% 技嘉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3% AI用的PCB 博字 今天早盘一注跌到9% 6669微影 伺服器的 组装厂 微影今天也大跌了40块钱 广达 昨天大跌5% 今天又跌4块钱 那广达的子公司 网运 今天跌停板 所以你避开这些涨高的个股 是对的 就算今天台北股市 涨了139点 我现在的高平板 就继续在下跌 那今天什么股票在涨 台北股市今天涨的重点在哪里 有没有注意到 在哪里 今天台积电 涨了8块钱 台积电光是这个8块钱 占指数 就占了快70点 是 所以加权指数有一半就是台积电的功劳 今天连发科 也涨了14块钱 连电 今天涨了1.6% 鸿海 鸿海今天涨了2块半 你不要小看鸿海的2块半 鸿海的2块半 可是比台积电的8块钱多 听我说什么 台积电涨8块 1.5% 鸿海 2块半 是2.4% 所以鸿海的2块半 是台积电8块钱涨幅的 double 所以这两期都不要注意 台积电跟鸿海这两期都不要注意 大盘间虽然涨139点 可是这波的修正也还没结束 随时都还会再回头 你看昨天跌了143点 新高楼2,800元 下跌带量 代表卖压释出来了 那今天涨幅跟昨天跌幅一样 今天涨139点 量反而矩起来 纯2480元 昨天下跌2800亿 今天上涨2400亿 上涨无量代表什么 代表观望气氛浓 上涨就给你不敢追 那既然大家不敢追 那今天是无量上涨 所以这个盘随时还会再蹲下来 时间才不会继续的啦 不要紧 不要紧到去追关 这波修正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就没来听英港啊 你没来听英港你就不知道嘛 我来听英港就知道啊 我连几月几号 我都已经讲了 我有把握 八九成的把握 我预告的那一天 只要一到 台北股市选举行情 就会开始全面启动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 跟着老师 不知道就快来找我啦 赶快来找我 正下最后几天的时间 趁大盘个股如果好蹲下来 我快带你来求 找选举重要的关键股票 选举行情会大气的股票 选举行情 我跟大家说过 两党最重要的AI真主流 我两支 AI真主流就是台积电跟红台 今天已经很明显 有在暖身的味道了 这到时候 修正时间是结束 只要这两支股票一挺胜而出 大涨 整个行情就会开始发动了 但很多人会认为说 有台积电这大支 5分2500-13亿 红海也没穿起 1380亿 这个大股拍照 我们喜欢做 中小型的股票 比较多 企业会比较多 这样想也对 那可是你还是要把 台积电跟红海当指标来看 因为它是最关键的带动指标 那如果说你要做中小型股 很好啊 报酬率会比较高 要买什么 要买参举的股票 参举第一颗 你看最近 已经飙了48%了 48% 小case 去年选举的时候 人员两个月里面标了5.7倍啊 今年这个48%只是刚开始的起手势而已 参举第一颗 参举第一颗 什么高票 你们就没来听 是 来听就知道啊 对 我也不想开牌 因为那筹码很小 是 我一开牌之后 大家都挤进去 我马亂掉了 人员两个月 所以我们要有职业道德 不要妨碍人家炒股票 是 我们点点第一颗做就对了 嗯 历年选举 参举 高票这两个 参举第一颗 参举第二颗 一定是最厚表的 现在第一颗 参举第一颗 已经48%了 沒關係 我们不要退官 最近这一星期里 他又哭了 他昨天也小跌 今天也小跌 买进的价位 我已经设定好了 只要买进的价位一到 我们新参加的成员 还没有买到的人 我们全部都会进场 那后面两个月的行情 不要说又涨5.7倍 像去年那样 不必要 后面两个月里面 蓋一个一杯 哈哈哈哈 够你赚了 所以压回的买点 有兴趣的 然后跟你一起赚这波 选举行情的 是 参举第一颗这支 嗯 一定要抵 一定要做 你有来几个的IQ 我知道 你看一下 我们已经在那边等了 啊 参举第二颗 这边也没输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标了39% 欸 最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标39% 那第一名啊 对不对 到48%的第一颗 两个是前两名 最古城的郭表平 这两个厉害 嗯 所以参举第二颗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标了39% 这也是刚开始 你在后面 都有最少两个月的行情 去年 两个月的选举行情 人家飙了 170% 12块 差到33块 那这一次 一个多礼拜 涨了39% 这也刚开始 那我还几块钱可以买 我们早就准备好在那个价格等了 只要这个价钱一来 我们新参加的成员 感到没卖到的人 全部都会下去 后面不要说 涨1.7倍啦 就算涨个一倍 也够我们赚了 也够我们赚了 是 所以大盘天涨139点 随时又又哭下去 因为整理时间还没结束 参举行情还没开始叮咚 趁着短线再押回的时候 选举一号 选举二号 还有其他的股票 参举期间会大气的股票 林的宴带你一档一档 赶快捡便宜货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在一整年的活动 赶快来跟林的宴合作 大家一起来 好的 谢谢老师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要再度恭喜何妍老师 选举指标股 第一号已经大涨了48% 而且第二号也大涨了39% 接下来的选举行情 一定要好好把握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跟着何妍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选举行情 发动前先卡位 你才可以领先市场哦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妍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概念股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在底部 反败为胜 只要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店报名 02 239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何妍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短线带你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赶快把握机会跟上脚步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何妍老师 light 以及Telegram帐号 light的ID是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帐号是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邀请陪伴大家的是华信投股的林和燕老师 我们一定要在选举行情发动前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涨139点 美国涨没去多少 今天台北股市强力的回升 因为涨漏太多了 是 昨天政府在苦苦的护盘 打到这个机会 一定让它强力的反弹 因为强力反弹很重要 如果没有强力反弹 那很容易破底再杀底 所以今天强力反弹之后 它会再下来 可是低点再破就不多 好期要不然经历完 我先来预告要不然经历完 昨天点143点 我也是跟你讲 随时会强力反弹 果然今天弹了139点上来 那今天弹139点上来 我还是要提醒你 经历要不然继续 随时会再拉 拉是好输 下来是让你减便宜货 你不要亂买 不要去买那些已经涨很高 开始在补跌的股票 我们找第一波刚才开始起的 尤其跟参计行情有关 你看参计第一波 已经起了48% 你两天开始在回 太好 拉回最好的买点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下来已经一起搞 我们会全部在进场 参计第二波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就已经飙了39%了 这两个股票 在这两个礼拜里面 涨幅幅幅幅幅 第一名到第二名的 你看人家挑的股票 就是这样啊 那参计第二波后面 两个月的时间 会不会再涨一点气倍 不用那么多啦 两个月一半 你就贪不完啊 那你就贪不完 可是押回的买点 你要懂得掌握 所以赶快来找林儿燕 参计第一波 参计第二波 看七月的时候 我快带你来布局 昨天营收全部发布完毕了 这次8月的营收 3.3兆 是今年最好的一个月 所以可见得 今年在一片不景气之中 也开始有步入 旺季的数据味道出来了 8月营收有好数据的 如果股价在底部的 等于比低的 这蛮爱注意 那这里面 8月营收 成长幅度最大的 最明显的 果然是航空股 是 唐龙行 华航 8月营收 都成长50% 唐龙行 181亿 虽然说比7月份 掉了2% 可是还是比去年 成长了51% 第三季的业绩 现在肯定比第二季成长 老板也说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更佳 是 那常隆行 光是上半年 他们要2块钱啊 下半年 全年加总起来 乔家4块钱走过去 那这次股价 从42块钱 一路回档到 30块半 昨天涨胸鸡 正好前一波涨48天 昨天回档也是第48天 我上次拿进去 好不好 嗯 果然今天 开始上来了 膽间 长龙行 涨了1.1% 要不够 以目前30分钟的现行 MACD的指标 已经第五度背离了 像中五度背离的讯号 就是在预告 只要翻转一出现 将是一个大波段的改变 那翻转讯号怎么观察 嗯 接下来当你看到 有一天 长龙行滑行 如果涨超过5% 那就是翻转缺人 要不要看我 是 不要看我 我直接带着你做 嗯 这种MACD五度背离 我最喜欢这种讯号 这种讯号出来 几乎后面就是一个大行情的预告 所以要注意 今天个股里面 比较可惜的是汉唐 汉唐最近大盘跌 它历势大涨 从215元飙到230元 这一开盘 反而出现沙盘 为什么 哦 完美最強的勾票 今天一开盘就太盘 因为汉唐昨天 发布8月的营收 8月的营收 月减10% 年减28% 不然多少啊 大家走到台股票 这样赶到 所以可见得 市场投资人 信心真的很欠缺 稍微风吹草动 股票杀在黑白台 那其实你们在解读数据的时候 要有专业的知识啊 要有专业的判断 汉唐是做无城市耶 无城市算是工程股 虽然归类在电子 可是它是做工程的 那做工程的跟一般的行业不大一样 它没有固定的营收 也没有固定的单望剂 因为无城市它要配合厂商 配合厂商厂房什么时候盖好 机器什么时候运来 它要配合人家来做完工 所以无城市它主要看的是年度的接案有多少 以汉唐来说 前八个月营收411亿 已经快要超过去年一整年的482亿了 所以八月营收纵使掉下来 也比去年成长66% 那公司也预告目前手中 已经接到还没完工入葬的 也有600亿的工程 然后单子又继续在接 你看今天你一咖盘去杀低的 开了215块 马上我挥起了226块 那台阶就不中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非需要专业的判断 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我没时间讲 因为节目时间很短 每天都没办法畅所预言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赶快来找林和彦 我带你布局 选举行情的大型的勾票 大家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 老师分析的这些个股 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 进出的部分有老师的讯息在手 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哦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选对股票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过的林和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何彦老师坚持只做底部基优 其涨股 一定会代进代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选举概念股 你就有机会领先卡位在底部 反败为胜 只要一季的费用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店报名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行情事部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本公司以往其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